來 1 2 3 再一趟喔 要換個工作喔 嗨 大家好 我是百娜 今天呢 因為在疫情期間 然後大家都很想出去玩 所以呢 我要帶大家去一個在台北 當地 非常稀有 我覺得非常罕見的一個景點 就是 大家會想說哪裡稀有 101大家都去過 大家都看過 101的89樓是開放給大眾去的 可是呢 他們的真正的101層 你有沒有去過 他們真正的101層 原本啊 都是開放給VVIP 那種VVVVVVIP 但是呢 他們在今年年初 就開放給一般民眾 每一天只有一個梯次 限20個 失誤還是20個人 可以到101層 去看外面的風景 好 我們現在呢 準備排隊要進去 然後呢 這個行程是我在Klook上面買的 它一個行程三千塊 兩個人 所以是在後面 大皺眉頭 時間 從水木號的感覺 我自己講的啦 是過重嗎 沒有沒有 它開太久了 現在到為止就是在台北101的正中間 所以我們電梯沒有辦法直接通到101樓 我們等一下要先填那個 感覺就是那種 生死狀 因為我們等一下呢 就會 穿著這個 直接到101層的外面 生死狀 我會等一下就是上去這一半 然後就想要 廁所耶 這裡有廁所 這可以使用囉 海闊天空 我們都穿好安全裝這個對不對 對 然後18位都到 那我們就出發囉 喔 這什麼 我們抓得暈 它是在保護我的生命安全耶 謝謝 謝謝 腿軟耶 跳一下 咦 哈哈哈哈 有一束光 的視線 是什麼 痛的 字 嗯 你們知道101 它每天晚上的那個燈 就有時候是 綠色啊 有時候是黃色啊 有時候是藍色啊 你知道那個燈 它是按照什麼規律嗎 我知道 101的燈是按照彩虹的顏色 所以星期一就是紅 城隍綠藍墊子 為什麼我們是 蠻雞 blue 那就應該一到五都blue啊 你看我現在面對的方向是這裡啊 你現在你上來101之後 然後就一直盯著手機在那邊看 下去的時候說你到底有什麼回憶 不知道啊 這是蠻多地圖 我的 這個有沒有像那個 半人不是都要靠腳 你現在只有15分鐘放空時間 欸那是什麼小巨蛋啊 應該吧 中校公路啊 啊不然這條是什麼 我不是台北人 啊那條是什麼 你要不要 你看你現在就是 逼我把手機拿出來 然後剛才在那邊念我 不要拿手機 What 2 3 來再一張可以換個動作 好可怕 來1 2 3 再一張可以換個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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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不了了 動不了了 動太大 然後打雷 那要看我們四個角落地雷震 所以如果打雷的話 你就會看到這樣 如果剛才是這隻的話 這樣太近了 有點危險 好可怕喔 所以冬天 冷到爆炸 冷到我沒辦法講話 就是 因為大家走過去 會有一些面風很大 是那過去 然後那個風灌進來 然後就 你們知道巷山為什麼叫巷山嗎 也看起來像大巷 對 但你們找得到在哪裡嗎 在那頭 是嗎 你知道它具體看起來 是一個大巷的側臉 就是它的頭 然後可以一直往左邊演出 我們一般在下面看大樓 它會閃紅色燈 那個叫做航空警示燈 250公尺以上會閃紅色的燈 但你們知道台北101多高嗎 啊啊啊 508 我是第一座超過500公尺 超超大樓 沒有人講我自己講 250以上就會閃白色的燈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四個角落是 250公尺以上的航空警示燈 台北101的形狀是 你們有看過那個外帶餐盒嗎 我們就是外帶餐盒 出起來的嘛 哈哈 所以剛好一抖一抖 所以我們有很好的地理位置 可以放航空警示燈 那101現在是全世界第幾高啊 超剛超剛 已經被超越了 而且今年有一棟大樓 在今年初的時候已經蓋好了 然後就是超過台北101 但因為它一直沒有去申請 所以我們目前還是第15個 講那一小說很容易 樓下有一面牆是世界十大高樓 我猜他不在了 我猜他不在了 放風結束了 先來拿一下照片 好可愛 哇 我有證書呢 證明我上去 100公尺成功喔 叮叮 雖然這瀏海真是 在那個上給你們 謝謝 拿到的禮物就是 一張照片 紀念水 還有一個馬克杯 我覺得很好看喔 它是半透明的 有說世界十大高樓 我們台灣原本是第一名 在剛見的時候 結果現在呢 一下就變第十名了 你看 這是全世界最大的offull球 至少我們這個還是全世界最大 不要難過 就代表安全是做得最好 為什麼101 要用這麼大的阻尼球 現在明明就有的 9座高樓比一充1高 因為我們現在是在地震帶 ved 然後又是崁限大 所以這部分要比其他國家更小心 因為我們很容易隨便就地震 隨便就台風 這樣 有沒有 這個是有東西的 OK 接下來的行程就是要去八十八樓 因為他們這個套餐裡面是雲朵商品兌換券 它是什麼東西啊 因為桌子裡剛剛有人一坐過有點髒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就是要消毒 這有用嗎 有啊 手機拿來順便消毒一下 這不用再寫喔 放十秒鐘啦 揮發完就OK 可是要去洗手 這是我們點的 而且你自己的啊 你知道這些人來看的嗎 疫情期間呢 非常推薦大家可以待在國內 參加這些好玩的旅遊行程 好好地享受台灣之美 可以玩得開心也玩得安心 除了戴口罩跟注意社交距離之外呢 今天用的就是這個 萊蘇抗菌紙巾 可以除掉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細菌 不管是門把馬桶還有你的手機都可以拿來擦 而且擦完靜置十秒之後呢 你就可以蠻好使用 而且因為它的紙巾比一般的還厚 如果出去吃飯的話 你就可以把桌子裡全部擦過一遍 超級方便的 除了這種外帶包裝之外呢 它還有出桶裝的 所以就可以放在家裡擦廁所或是擦廚房 都可以唷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點資訊欄看更多 今天的影片如果喜歡的話 別忘記按個讚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IG 就這樣影片就到這邊之處啦 掰掰